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南奇的翡翠土石 这个料子是在我们直播间买下来的 然后这个石头的话我们稀看一下,滑滑的,皮革比较滑比较细腻 这是南奇革地的石头,就是南奇硬石脚的 南奇硬石脚的话就是翻烧感没有那么的厉害 但是它不说明它的种的话不老 相反,南奇革地的石头总是很不错的 一般来说总都是比较老的 这个石头的话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这边是发红的 在南奇的话这种红叫宫堆,就是槟榔汁 槟榔汁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证明这个石头的话总是比较不错的 嫩石头的话一般在南奇的话是不长槟榔汁的 然后这个料子我们细细地看一下这个皮革呢 石头的话皮革这样子是很细腻的 很细腻的 然后硬入眼帘的第一是有点烈 这也是一个格迪的一个特征 就是钻骨多,猎多 但是我们说格迪的话一般都比较 总比较老 更何况这个有经典的槟榔汁是吧 来看看这一面 这一面的话有被戳洗过 戳洗过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原本表现应该就不错 所以在钉在这里戳洗的 这里的话你看很多 放出这种白白的感觉 有点发白的感觉 还有纹路感 打灯进去的很亮 这个东西的话就已经不用讲解了 这个总很老 对不对 石头总很老 因为打灯进去的话有荧光 而且这个光点的话就是 没有一颗点一颗点的感觉 也是很汹滑的这样子过来的 这样子的说明的话里面总老 又画得相当的好 漏细 漏细 肯定是开进去是一个落化向上 甚至一个冰种的效果 这里的话估计已经到冰了 才这种打灯的感觉 还这个料子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 它有一条小色带 一条小色带 你看这边的话是有加大一点血 这个袋子的话这边也有 没有上水 但是你从这个断口处里就看到 这个袋子的话是进去的 所以我们这个石头就 哎比较有意思的 总老上面还有一条色带 还是个底的 男性个底的话 颜色是出了明的是比较正比较阳的 是具有可度性的 好等等 我们就要给这个石头开窗了 那时候我们把这种的地方打开 再把色的地方打开 给大家看一看啊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 好这个石头我们已经开窗开好了 我们开了三个洞 这个石头开了三个洞 庇护一个洞 然后这个总好的地方开了一个洞 我们分别看一下 有四个洞 但是这个属于一个吧 因为它在一个比较附近的位置 这边的话 总统的话还是画得相当的不错的 很细腻啊 油性也好 是吧 打灯进去看到荧光 这这六的话 这种表现的话 应该开出来都差不多 这种表现啊 就是这种比较亮的 比较银亮的 上面皮革比较细腻的 开出来都差不多 楼子很好 上面的话也是有飘花 有绿花 这边的话因为有个翘可列 所以这个打灯进去的话 不怎么找到表现了 感觉很深 因为这个有一个翘可 翘可列就像在上面 翘可列这个列靠的列 里面也风化了 皮比较厚 所以翘可列的地方就更加的厚 是吧 就要想掏到肉的话 要掏很深下去 然后我们看背后 背后的话比较有意思啊 背后的话 嗯 总的话大概是细糯 细糯的样子 然后这是里面的色花是很阳的 绿花是很阳的 旁边的话也能看到那个红匪 好像也钻进去了 所以这个石头的话比较复杂啊 颜色也是丰富多彩 我们现在就切 就切 看能不能切出一些精细的 比如一些皇家绿的牌子啊 之类的 只要让开裂 完全没有问题啊 有机会啊 而且肿也比较老 肉也稀嘛 这石头现在就是裂的一个问题了 但是它有一公斤左右 所以完全有机会啊 那切 现在切好的第一道了啊 看一下去 哎 这是脏啊 等我们打个灯看一下 哎呀 有点意思了 哎呀 这个有点冰飘花的感觉了 这边啊 这边对来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哎 我都说准备说棉语了 棉语叫什么 真好 不错啊 不错不错 中间裂也少 这是一道浴巾 中间肿的吧 好得很 料子不错啊 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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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这边裂比较多啊 这个一下子搞得没有头绪啊 因为刚刚这一道下去发现有的是纹啊 有的不是裂 它是纹 棉筋啊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盖子打开 看 因为这边裂多 这边肯定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第二道的话应该在这个地方 切一个牌子 大概这么厚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意思 把这个打开 好 好 好 哎 现在这个第二道 深入一带 我去 第二道有险 有绿 还可以啊 还可以 第二道还可以 但这个 没有这边总好 这边总最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解吧 第二道的话 裂还是很多裂是近了的 我们现在再往下切 再往下切 好 来第三道啊 哎呦 看到很多色啊 这很大 看到很多色啊 我们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牌子都有了 牌子都有了 露也细啊 色花也挺羊的 裂还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还可以取不少钱 这个料子是脏 没有那种小毛裂就好了 对这个料子是脏了的 脏了 挺好的 看这个 这边的话是窍壳 还没怎么切到 这个料子是有点意思啊 有种特别好的地方 也有稀糯的地方 好的地方的话 应该是糯冰的 那比如这种啊 这种叫糯冰 嗯 然后其他地方整体的话都在 稀糯 稀糯以上 糯化 这边是糯化 嗯 我们再继续切啊 继续切的话 把这一道总最好的 总最好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给它切出来 来第三道了 这一道下去之后 因为烈就看清楚了 就知道它这个烈子怎么走了 但这个料子最值钱啊 最值得期待的应该是就是这一坨 这一头然后往下走 看这个总好的地方 到底有多少花色 能取一个多大的剑 这一剑的话 能带多少绿 这是最大 最值得期待的地方 如果效果好的话 很可能这一头的话 就已经 赚了 赚钱了 其他都是白赚的啊 好 我们准备再干下一道 不错啊 哦 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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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不错啊 完美 啊 刚刚准备脱口啊 说冰飘花 咱低调一点 至少是糯冰飘花 飘洋绿啊 挺好挺好挺好 这边起货绝对是冰 好好好 这个石头 就这样做的啊 然后就要交给雕刻师傅了 我们已经把它 该包入了面 好的地方 全部展现出来了 漂亮啊 完美